针对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希望在一个月内确定金融捷运最后路线等议题 金融市长刘昌进一步透露 目前交通部讨论的相关细节 包括路线的调整优化 运量系统提升 以及界面衔接 还有经营管理维护等议题 也就是包括路线的维护的一个调整优化 还有这个运量系统的一个提升 以及这个我们在跟系东线 跟系东捷运 在衔接的这个点上的一个界面的一个问题 还有包括机场的设置的地点的场子 以及后续经营管理的 维运的这个单位的课题 我想这一部分交通部就在做努力 那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一个月 其实重要的是这个事情能够被谈好 然后能够大家有共识 然后能够把它顺利的往前面推动 比较重要 对于外界质疑金融捷运延宕 牛昌强调金融捷运的规格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不但运能从轻轨升级到捷运 也从平面改为部分地下化 工程经费与难度当然会增加 因此金融捷运不但没有延宕 现在更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 跟之前已经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之前是我们金融市自己在谈 规划是我们自己在做 那规划规划永远都在规划 但现在这个事情是完全不一样 在我们的中央政府 已经编列了金融捷运的相关的经费 第二个是这个规划案 是由交通部在执行 第三个这是跨县市的一个共识 所以我想有民众 如果你了解整个金融捷运 过去发展的一个历程 以及最近这几年大幅的一个进展 我想是多虑了 现在金融市捷运的一个推动 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 至于是否需要再度召开市长会议 牛昌表示尊重交通部的决定 可以开也不一定要开 据我了解现在大概市长会议 大家其实基本上共识都有了 然后各个城市大家提出来的课题 交通部也都非常的重视 那是不是要开市长会议 我想这一部分尊重交通部的一个决定 那也可以开 其实也不一定要开 也可以透过跟不同的县市之间的一个沟通 然后最后这个交通部这边做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决定 我想基本上都会符合大家的一个期待 牛昌再次强调 中亚已经编列金融捷运相关经费 现在规划的方向及采取的形式都是对北北基山市整体发展最有利的选项 相信一定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并发挥最大效益 尤其总统蔡英文最挺基隆 所以建设都非常关心及了解 金融捷运更已经是国家建设层级 市民不需要担心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